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忠玉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公布了从今年7月上任以来 任内的第一份施政报告 他说本届政府将会以 习主席7月1号的重要讲话 作为施政蓝图 希望更好的为市民谋福利 为香港谋发展 李家超说 虽然目前是百年未见的大变局 但是香港自身优势非常强 在一国两制之下机遇处处 他也说香港的企业经营 环境是全球第一 也是国际的金融 贸易 航运中心 也是开放跟多元的大都会 尽管美国一些西方国家都说 对于权力和自由侵蚀 损害了香港的商业环境 加剧了人才流失 但是李家超仍然表示 继续坚定不移维护特区的限制制数 但是香港政府 的确也意识到人才持续流失的困境 所以李家超还推出了 招揽人才的计划 要弥补反送中运动之后 流失的14万劳动人口 其实人口外流的这个现象 不是疫情开始才发生的 根据香港信报的调查 其实在疫情之前 香港的整个氛围就很微妙的在改变了 不管是从2019年的反送中 或者是2020年的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从实际数字来看 香港的人口就一直在外移 当然疫情的引爆 中国严格的清零措施 都是压坡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香港可以说是遭逢双重打击 海外的人才不愿意来 本地的人才又一直被吸走 所以这一次香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他特别在他首次的施政报告当中 特别呼吁他要改变香港的现况 怎么改变呢 两个重点 第一个积极的来培育 目前为止本地的人才 再者更要吸纳外来人才 希望本地的人才不要再外流了 那希望外国人也能够来加入香港的阵容 那你要吸引外国人来 当然要有特别的优惠条件 要不然香港管那么严 经济状况没有以前好 防疫又那么严格 动不动就要核酸检测了 要关家里 那谁要来呢 所以香港特别推出了一个 高端人才通行政的计划 这个计划为期两年 如果你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就可以享有特别待遇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需要哪一些资格 好 这个计划之所以叫高端人才 不是指你疫苗打高端 是指你的条件特别好 比如说过去一年年薪超过250万港币 港币多少 大约薪台币1000多万 你的年薪要超过1000万以上 或者是你的学历很厉害 毕业于全球百强的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啦 剑桥大学啦 史丹福大学啦 这种很厉害很厉害的学校 还有哦 如果你过去五年之间呢 已经累积有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好 通通都可以拿到两年的通行证 而且呢 完全没有人数限制 再来 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 也不用像以前一样 要申请 还要提出一大堆的证明文件 现在申请很方便 你不用额外的证明 你可以直接来提出申请 等于是说香港政府啊 全面降低入港的门槛 而且放宽流港限制 将停留的期限 从一年延长到两年 那既然都说 这项吸纳人才的计划 是香港政府大力推动的重点计划之一 那寄出来的优势 当然不是只是前面所提到的而已 那现在香港的问题哦 不是想留的人留不住 而是越来越少人想来 所以呢 这项计划的重点就在于 寄出一大把的优惠措施 吸引你来 比如说 优化科技人才的入境计划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香港的科技公司 如果要聘请外国人才的时候 因为呢 政府必须要照顾到本国国民嘛 不能说让外国人 都把工作机会抢光光 所以呢 以前香港政府有规定 如果你要聘请外国人来工作 那你就必须要同步增聘本国员工 现在把这个规定取消了 企业在找外国人来上班的时候呢 就可以少一个顾虑 那就可以加快输入人才进香港的步伐 人才一周进来之后 重点是也要留得下来啊 所以香港政府当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开始研你 延长工作签证的年限 你不要说来了之后工作的期间太短 然后时间一到就被迫结束工作 现在的新规定改成 你到香港获聘之后呢 最长可以拿到三年的工作签证 好康的还不止这样哦 当然要吸引更诱人 好 吸引你留下来的优惠 只要你是符合资格的外来人才 并且在香港买房 买房之后你还要住满七年 你这些外来人才成为永久居民之后呢 香港政府就会退还你当初购屋时的印花税 好 林林总总听起来这些抢人才的计划 香港政府很有信心 每年可以吸引三万多名的人才来到香港发展 那听了这么多优惠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哦 可是真的能够达到效果吗 真的有这么多人才愿意来香港工作吗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这一次推出的优惠门槛来看 到底是不是能够像香港政府想象的那么美好 我们就以年薪来计算 所谓高端人才计划 它的门槛是多少 250万港元吗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大概财币千万元左右 那也相当于美元大约是32万美元 如果我们以全世界的科技大厂 美国的这些科技大厂 FAANG的薪酬来计算的话呢 FAANG好 你看到这几家公司都是美国市场上非常厉害的这些科技公司 那是以他们的首字母来做缩写 F就是Facebook A就是Apple 那另外还有亚马逊 包括了Netflix 还有呢 Google 那如果以员工收入的中位数 中间的中 中位数来计算的话 中位数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讲就是员工的薪水不是从低到高 每个人薪水不一样吗 你在中间的这个薪水就是中位数 那等于是一个公司最基本的一个平均 那也反映出来大多数员工的一个真实薪水 那如果以员工的中位数来计算的话呢 要符合香港的门槛多少 当中只有Netflix 好 你看到它的 这个超过32万美元 就是香港人才计划的门槛 它呢 达到了45万美元 其他四大科技厂的平均薪资 是不符合优惠资格的 如果我们再划分的细一点 你用资历来计算好了 大型的科技公司 它会用不同的级别 通常是LL来形容 好 如果用L1呢 就是表示你是最菜鸟等级 你一进公司 这种菜鸟员工 L1开始升 初级开始到L2 L3 一直到L10 从基本的一直到高阶 比如说专家啦 经理级啦 这种在L5 L6 那资深员工L6以上 比如说您看到了Amazon 好 看到了像是在 这个Facebook 还有Apple的部分呢 他们呢 这个部分员工收入 还是比32万美元要来的低哦 那你说 哎呀 这样不准啦 我要吸收的是高端人才 不是一般普通的员工 好 那我们就用企业里面 最顶尖的员工来看 现在似乎只有Google 符合资格 符合他所谓的这个薪水的门槛 因为Google的级别最高 有到L10 但是呢 这只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员工 而且据说到L8以上的年薪 就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 你能想象的这薪水有多高 那他怎么会看得上香港的薪水呢 所以华尔街人士在看这一次香港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的时候 就觉得真的有点太高端了 就连这几家美国科技公司 基本上大部分的忠诚员工都没有办法通过门槛 那就没有办法到香港嘛 那香港政府不是说嘛 就算你收入没有达标 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嘛 那就是如果你是全球百强大学的毕业生 你毕业于很厉害的学校 全球前100大这么厉害的学校 只要你毕业 就算你的年薪没有到达这个门槛 你也可以来 那也可以享有优惠 但是以现在的美国企业来看 他们普遍已经跳脱了所谓的学历思维 比如说像是Google 像是Apple还有IBM 他们现在早就已经放宽了 不需要学位可以入职 不需要学位也不是代表你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 而是说呢 当然你会有一些特殊的技能 或者是有一些证兆 他们并不是以学位当成一个唯一入职的标准 那最近呢更有调查说 像是AT&T AT&T的招聘呢 他只有5%的这个学历 是要求要有学位的 另外在Tesla的部分 Tesla呢 他们也没有强制说你一定要多厉害多厉害的学位才可以进入Tesla入职哦 所以反映美国的科技公司 他们现在的人才呢 未必一定要有所谓现在市场上 普遍认为要有高学位这样子的要求 英国方面 英国也调查说今年英国年薪最高的5个 好这个最高的5个工作职位 他们年薪中位数大约是留在6.5万英镑到12万英镑 那香港人才计划是要求年薪多少 250万港元 大约是28万英镑 也就是说英国年薪的中位数人才 其实也不符合申请资格 那你说欧洲 美国不符合申请资格 那亚洲呢 同样是亚洲金融中心的新加坡 他们也跟香港不一样哦 新加坡抢人才呢 他们说他们是种植不重量 好什么意思 他们呢公布一些我海外的网络啦 或者是专业签证的这个one pass 只有你申请拿到了 你就拿到了在新加坡工作5年 而且呢 这个签证是相当长的 而且呢 你的月薪至少会有3万新币 大约是17万的港币 那年薪呢 大约是200万港币 不过呢 新加坡要求的不只是薪资水平哦 他们更看重贡献的重要性 所以呢 申请人 在新加坡的工作期间 你要证明自己市值超过5亿美元 或者是年收入达2亿美元的企业 来担任重要职务 就能够保证自己在市场上的价值 市场价值是比较高的 所以您认为 香港推出的这个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真的能够如愿吸引人才进入香港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